昨天上午南京火车站里上演了惊险的一幕 就在火车站的厕所里面 一名孕妇产下了一名男婴 由于事发突然 当时她没有向任何工作人员求救 多亏一名保洁员及时发现 最终母子平安 保洁员健壮赶紧把婴儿抱起 并喊来其他工作人员 用轮椅推着产夫送上救护车 胎盘还没有免除 然后我们主要是协助她的胎盘免除 胎盘免除之后呢 我们查了一下她的伤口 婚姻部的伤口 是一个一度裂山 给予了一个常规的缝盒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紧急处理 产夫和婴儿被推出产房 这是孩子的父亲才把悬着的心放下来 他说妻子早上就出现临产反应 但还是买了最早的一班动车 想回老家把孩子生下来 险些酿成大祸 好在母子平安 否则她会后悔一辈子的 人先生告诉记者 再过两三天 母子俩就可以出院了 虽然比预定的时间晚几天回家 但两个人变成三个人 还是很开心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